接下来师父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有兄弟两人 这故事很有意思 大家仔细听了 大家可以在心中分辨一下 有兄弟两个人 曾经都立志远游修道 就是要出去远游去修道 无奈父母年迈 父母亲年纪大了 弟妹年幼 弟弟妹妹长得很小 老大家里还有大的兄弟 就是大哥哥了 家里还有病妻弱子 自己的妻子是生病的 自己的孩子是身体不好的 所以一直就未能成行 没有成行 有一天 有一个高僧路过他们家 哎呀 兄弟两人一看高僧大德来了 哎呀 请到家里来 给他会办 说我要拜你为师 拜你为师 并将家中的难处 并将家中的难处呢 速说一遍 高僧的 高僧呢 高僧呢 双手和石 威碧双目 然后呢 男男自语说 舍得 舍得 没有舍哪来的得呀 你们两个人 悟性皆不够 悟性都不够了 十年后我会再来 然后 飘然而去 这哥哥啊 顿时顿悟 手持经书 决绝而去 哥哥就 把家里一扔了 走了 这个弟弟呢 看看父母 再看看 病嫂又妹 哥哥走了吗 这个 生病的嫂子 就是哥哥的老婆 还有他的 年幼的妹妹 都是身体很不好 他呢 舍不得 终不能舍弃 他舍不了 那么哥哥走了 好 时间 如说 十年之后 哥哥回来了 口诵 我今念念有词 先锋道骨 略见一斑 再看弟弟 弯腰功倍 面容苍老 神情呆滞 反应 缓慢 这个高僧 如其而至 十年了 高僧啊 讲过的话 他算数 他又回来了 问两个人 你们十年了 收获如何呀 哥哥哥哥说 师父 十年内 游遍高山大川 走遍寺庙道观 哇 不得了 哪都去过 背诵 正经千卷 感悟 千千万万 弟弟说 师父 十年内 送走老父老母 病少身体康复 妹妹 成家立业 但因劳累 无瑕 读诵经文 恐与 大师 无缘啊 高僧 微微一笑 突然 决定 收弟弟 为徒 这时候 哥哥觉得奇怪了 啊 这个 哥哥 为什么不收我呀 弟弟在家里 为什么收他了 虽问 缘由 啊 请问 师父 这是为何了 高僧道 佛在 心中 不在 名山 大川 心中 有善 圣读 正经 千卷 父母 尚且 不爱 谈和 普度 众生 舍本 竹 末 终至 与佛 无缘啊 哈哈 哈哈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人要征修 人不是说你学呀 学了要用啊 人的本性 那是最善良的 你远离了本性 你把佛放在你身上 哪个部位呀 无所谓 他 别 弄